有些人啊 你看我们这儿见的病人 最典型是什么 他说 我这个心脏出毛病了 你给我看看 这个有时候胸闷 有时候心慌 然后这个气也接不上了 短气 整个这个都是冠心病 这个心肌缺血的表现 你去查吧 去查信念图 没事 说不行 这个还是不放心 做一个清楚的吧 做一个这个血管造影 或者做一个CTA 就是血管的这个CT的检查 心脏血管的 都没有事 都非常好 做心脏的功能都没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导致了 而且他反反复复的 他老来 就是他认为 他这心脏真出了问题了 实际上查来查去 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管这个叫什么呀 叫心脏神经关张症 他也是那些表现 也是冠心病的那些 这个胸闷啊 这个心慌啊 气短 也是这些表现 神经症 但是实际上 他是因为长期的情绪不好 导致了支配心脏的植物神经系统 出现了问题 导致这些症状 通常他还伴有 比如是头晕啊 你比如说这个失眠啊 是吧 这个当然就是长期的心情不好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小方子 给他调一下 这样 这个这个治法呀 就跟一般的这个心脏病 这种冠心病啊 冠状动脉 这样硬化性心脏病 跟这种缺血性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你得从这个调节情质的角度来入手 调节情质的角度来入手 你得从这个调节情质的意识